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29日星期五的第一節 先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最近幾天 全球的股民都一定會聚焦在美國的一隻股票身上 就是GameStop 因為在這隻股票上正在上演一場 小股民團結一致夾爆沽空機構的史詩式巨顯 事情發展到昨晚 令到一眾的小股民都感到相當憤怒 尤其是有部分的 香港股民都有適逢其會參與其中 他們的感受更加深 昨晚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有部分的證券商 竟然只准小股民賣出股票 不准許他們買入股票 這種准賣不准買的安排 就令到有部分的股民質疑 究竟這些證券商是不是跟華爾街班大鱷 加上咬散戶的 是不是想趁著這個機會 去偷低股價 使得有部分的股民受驚 從而就把手上所持有的股票 賤賣出去 在這種瓜田里下的情況 其實就很難不讓那些小股民有這樣的質疑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又說一下 到底GameStop事件的背景是怎樣 其實在外國有一個著名的討論區 叫做Reddit Reddit裡有一個版面 叫做Wallstreetbats 就是華爾街賭注 在這個版面上 其實有部分的股民 就已經發現得到 那些對沖基金 就已經盯緊了這隻GameStop的股票 還打算把這隻股票做空 後來有些Reddit的網民就發現得到 原來這隻GameStop的股票 被沽空的股份數量 比起市場流通的股份數量 還要多 原來 這群食人不吵骨的淡友 只是沽空機構 和對沖基金 一共借了相當於138%的 市場流通股份量 來做沽空 部分的Reddit網民有見及此 認為這一波有機可成 是可以反過來 夾爆那群大惡 於是決定要團結 大多數散戶力量 來做扎空 何謂扎空呢 其實就是跟做空這個決定相對 那群沽空機構大惡 他們就看準了 認為GameStop這隻股票沒有人走 認為這隻股票 股價一定會向下行 於是他們就作出了做空這個決定 什麼叫做空呢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先高賣 再低賣 即是說在一個高價的時候 賣了出去 但是這群人沒有貨 那他們怎麼賣呢 他們就是向那些證券商借貨 借貨之後賣了出去 因為這群人是看淡的 他們是看跌的 當這隻股價真的跌下去的時候 他們就買回頭 然後就把這堆股份 歸還給證券商 那那群大惡就賺了中間的差價 現在Reddit那群網民就是看準了一件事 就是要反過來夾爆你這群大惡 怎樣做呢 就是通過在Reddit這個討論區上面 不斷鼓勵其他的散戶入市 就叫大家為你團結一致 你買吧你買吧你買吧 出來的效果原來又很好 有很多的散戶又真的附和這個決定 真的湧進去這隻股票上面 本來那群沽空機構都坐定凹陸 就覺得你這群傻傻 你快點買吧 你多點來就密手 他就吃得飽一點 誰知道 現在因為附和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他們很多人撐不住你這群大惡 當資金一湧入這隻GameStop的股票的時候 股票當然是隨之而彈起 因為每個人都要爭著買 這群大惡就糟糕了 因為他們要看跌 你不跌之餘還要不斷升 升得很離譜很誇張 那群大惡就仍然是平不了倉 仍然是借不到貨還給那些證券商 散戶這個過程就為之責空 那群大惡就是被責空的 現在市場又傳出了 原來有部分大惡 他們的合約到星期五就到期了 換言之 在今晚開始的時段 這群大惡就要被迫在市場上掃貨 來還那些貨給證券商 因為他們借貨沽空 那這群沽空機構就糟糕了 因為他們就要在市場上 掃貨足夠的股份來還出去 理論上來說 如果那些證券商沒有 更改市場規則的話 理論上 這隻GameStop的股票價值 是會無限地上升 因為你要不停地掃貨 你要掃貨多少才夠 因為股價不斷地上升 如果那些股民是夠團結的話 是會升得很厲害 是會火箭式地上升 在今晚 但是 在昨晚來說 某一些證券商 比如說 Robinhood 羅賓漢 忽然間 對GameStop這隻股票 和另外幾隻相關的股票 實施了一些臨時的交易限制 就是只准那些散戶賣出的股份 嚴准別人買入的股份 在這一段時間裏 其實那個交投量 就很少 但是股價就暴跌 而且熔斷了8次 一開又跌 一開又跌 又會被人質疑 那種呢 那種呢 是否偏邦那些那些大樂 你是否要扔離散戶 為什麼會這樣來實施這個交易限制 因為這不是真的沒有道理 你是完全 違反了自由市場的原則 你是不尊重遊戲規則 你是不尊重合約精神 沒有理由這樣做 所以 昨晚在Truture上 很多美國的政客 包括極左AOC民主黨 或者是共和黨很多參議員、眾議員都發聲 沒有理由這樣做 甚至乎特朗普的大兒子也有就這件事發聲 是認為有問題他們監管機構沒有做好監管的工作 在昨晚這個情況 很多股民在Twitter上打一個hashtag 叫Strong Hold 叫大家在握手上的股票 你堅定自己的信念 不要被人震仓震走貨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等同於是益了大鱷 因為那班大鱷沽空的比率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八 他真的很需要那些股份去平倉 你現在這樣賣出去的時候 根據網民所說 你就只是益了他 所以應該等到星期五 夾爆這些沽空機構為止 當然理論上是可行 但是實際上到底今晚又會玩什麼手段呢 就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你這件事發展到現在就已經不再是關於那個贊蝕的問題 而是你華爾街交易所的證券商背後的醜陋 就被人揭穿了 怎麼能這樣做呢 這班傢伙 以後還有什麼資格 站在道德諸峰那裡 走去向著大陸的交易所指天篤地 你沒有資格取笑人 你自己所做的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現在所做的事是等同於什麼 就是你指準那些散戶輸錢 就是不讓人贏錢的 現在人家就是那些散戶的股民 他是夠團結一致 人家真的看準了你有這個弱點 他就對著你這個軟肋 他就對著你這個軟肋 一吹就中了 你便痛到嗨嗨聲 你痛到嗨嗨聲 你也要按照市場的規則來做事 你沒理由人家贏錢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做 你是等同於輸打贏要 你沒理由只是懂得割小股民的韭菜 只是一味叫人家交學費輸錢 到人家割你韭菜的時候 你又不讓人這樣做 這些完全是監人奶喉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偏偏就在美國那裡發生了 如果現在是特朗普總統執政的話 這些事基本上就沒有可能會發生 他一定是會出手的 他怎麼會讓你這樣做 因為他會制止你的 但現在不是的 你拜登上台的時候 你整個團伙都好像無動於衷一樣 當然了 華爾街有份擁立他 他怎麼會出聲才行 你便激到那些極左的AOC都出來咬你 整個共和黨的政客出來咬你 沒辦法的 活該你被人咬的 這是不公平的 對散戶是不公平的 其實到了今晚美股開市的時段 就會更加精彩 因為據說 有很多的合約 今晚就會到期 到底今晚的股價會升得很厲害 還是那些勸商又在從中作梗 今晚有分曉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自己沒有遲貨 所以我就要先離身 不是說為何我講得很難 是不是我買了很多 不是 不過昨晚我收到一些朋友的電話 你要說一下這件事 很有公共性 我又會說 還有我看到很多的 群組討論 很多人都說這隻GME的股票 我看到有些朋友 像精式地買 有些人買一股 有些人買幾股 我說你買來幹什麼呢 他說他參與其中 他就是要對抗那些大鱷 他說輸了也不要緊 他只是幾股而已 不過都很金的 我看到他們買的時候 百多元美金 你乘回七個八元錢 差不多一千元一股 當然我又不會建議大家 湧入去買什麼買物的 老實說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不熟那一塊就不要賭 其實這些股票 某程度上都有賭博的成分 當然你是投資還是投機 就看你的心態 但是那個載據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投資或者投機 你都是買股票 或者買這些衍生工具 諸如此類 就視乎你的心態 你說自己投資就投資 你說投機就投機 但無論投資也好 投機也好 在市場上有很多證股 不一定說一定要保持這隻 這隻的波幅會很大 上上落落 而且這個風險也太大 我就建議大家不要碰 看就已經很過癮了 看到一群這樣的股民 來對抗大鱷 一定就是要坐強扶入 一定站在弱勢那邊 一定站在道理那邊 你沒理由站在強權那邊 你不用做網台 是不是才做主流媒體 就可以了 那我就看到 有些KOL竟然說 說討論區就變成了影響股價的手段 而且是無從監管 我就完全反對監管那些什麼討論區 只要他說那樣東西 他不是違法的 他不是牽涉什麼黃賭毒 或者是一些很離譜的誇張的東西 那些當然是值得刪除 但是他講一些市場消息 你監管什麼 對吧 任何支持言論監管 其實都等同於為極權來背書 怎麼會這樣說出口 我就極力反對 人家說你就有得他說 只要他說那樣東西不是違法的 你就不應該再在駕床蝶屋 又說要監管這些言論 監管那樣言論 現在的監管還不夠多嗎 那些人是多餘的 平時那些人怎麼批評默克爾 他不准說 走去吹捧那些佩洛西 吹捧拜登 吹捧貝林肯 他最聰明 唉 真是浪費 最後就希望那些股民 真的可以戰勝大鱷 好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